女人半夜在马路上跳舞 听到身后有动静 于是回头一看 吓得小伙转身就跑 半天后终于来到家里 刚要喝口水压压惊 突然看到女人站在窗外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她急忙掏出手机 录起了视频 没想到被女人发现 在一抬头 人却不见了 这可怎么办 她急忙拨了个119 把情况说了一遍 没想到那边让她赶紧离开房子 于是她打开门 快速跑了出去 可刚一扭头 女人正在前面扭屁股 随后转过身 掏出一把匕首 快速冲了过来 吓得小伙转身就跑 可无论怎样 都摆脱不了女人 甚至爬上屋顶也没用 这可怎么办 而且距离越来越近 要不了多久就会被追上 她出去后 用力关上门 又快速朝前跑去 跑了半天 她终于跑不动了 于是停下来 问女人到底要干什么 只见她伸开双臂 又扭起了屁股 见小伙没反应 她又冲了上来 这次小伙跑得非常快 拉开距离后 躲到小屋后面 眼睁睁地看着女人 跑了过去 随后从另一边溜走了 这时她累得不行 打算在隧道里休息会儿 可刚坐下 女人又在前面 扭起了屁股 随后提着刀 冲了过来 那么她究竟想干什么呢 女孩走着走着 撞到了小丑 小丑伸出手 在上面按了几下 随后放到耳边 紧接着旁边的电话 就响了起来 女孩问 你想让我接电话吗 得到肯定答案后 她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 不过却听到诡异的声音 根本不是普通话 她微微一笑 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打了个招呼 就走开了 小丑非常失望 放下手机后 突然举起双手 在脸上抹了一把 窝了个乖乖 她竟然换了副 猙獰的面孔 女孩来到地铁站 坐到长椅上 可刚一扭头 就吓了一跳 小丑不知什么时候 也坐到了凳子上 两人挥挥手 打了个招呼 突然小丑一咧嘴 吓得小美站起身来 可刚走几步 忍不住好奇 慢慢扭过头去 没想到小丑也做出相同的动作 还做了个鬼脸 随后来到另一个长凳上 从包里拿出个苹果 可刚咬了一口 抬头一看 发现小丑竟然坐到了对面 她没想太多 还想再吃口苹果 突然手动不了了 无论什么用力都不行 她抬起头 发现小丑做出相同的动作 诡异地笑了起来 随后把手举到空中 女孩跟她的动作一模一样 原来她控制了女孩 这时灯光不停地闪烁 火车要进站了 小丑突然站了起来 慢慢跺着脚 而女孩一步步向前走去 赶紧关注点亮红心 发送狗头躲进安全屋里 她表情非常痛苦 却什么都做不了 而火车越来越近 她迈了一大步 踩到站台边缘 都快急哭了 火车发出鸣笛声 小丑落下脚后 一声惨叫传来 苹果就落到了地上 可故事还没结束 她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千万别脸小丑 否则会后悔的 男人说 这表演水平真差 小丑一听就不高兴了 男人刚回过头 就吓了一跳 小丑慢慢抬起左手 一用力 就刺了她一脸花露水 她看了眼小丑后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灰溜溜地逃走了 可小丑并没打算放过她 刚走几步 就被拦住去路 赶紧关注点亮红心 发送狗头躲进安全屋里 小丑手一抬 指了指地上的聚宝盆 可男人手一摊 说没带零钱 根本找不开 随后就想离开 只见小丑手一挥 在脸上一抹 就换了副猙獰的面孔 男人走着走着 突然撞到了头 伸出手来 却摸到一堵看不见的墙 跟透明玻璃效果一抹一样 他扭过头 问小丑 这是你干的吗 小丑却张开了大嘴 他只好往回走 可刚走几步 又撞到了头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鬼打墙吗 他想找小丑麻烦 突然小丑举起左手 男人也做出相同的动作 他还想说点什么 小丑捏了个兰花纸 他就彻底闭嘴了 随后小丑转过身 撇开大嘴 伸出左手 手臂竟然越来越长 一把抓住男人脖子 将他拽了过来 紧接着手一挥 抽出一把水晶宝剑 伸出两根手指 在剑上擦了擦 然后双手一握 朝男人挥去 下一秒 领带就掉到地上 随后双手握剑 朝男人刺了进去 然后手一拧 男人就倒在地上 小丑蹲下身子 在男人身上摸了起来 找到一只劳力士 带在手上 随后又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 小美刚坐到凳子上 旁边就出现一个女人 不过她并没有注意到 看了下时间 就把手机放回包里 一扭头 女人却不见了 她一抬头 看见女人正站在对面 这时手机响了一下 她掏出手机一看 竟然有个陌生人跟她打招呼 随后抬头望去 对面却空空如也 吓得她把手机放回包里 四处张望 都没发现女人的身影 这才长出一口气 可一扭头 女人竟然跑到了这边 不过她没有害怕 还跟女人打了个招呼 而女人却诡异的笑了笑 突然手机传来消息 说我看见你了 小美一抬头 女人却不翼而飞 这也太诡异了 她急忙低下头 问你是谁 回答是我 穿着红色裙子 随后吓了一跳 女人竟然悄无声息的站在旁边 还诡异的笑了笑 露出一嘴大黄牙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赶紧关注点亮红星 发送狗头躲进安全屋里 可刚走上楼梯 女人居然堵住去路 小美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想到她竟然抬起手臂 一拳一拐走了下来 姿势那叫一个优美 吓得小美赶紧跑出地铁 来到停车场后 见后面没有人 这才停了下来 可女人跑哪儿去了呢 她四处张望 就是找不到人 可一回头 女人竟然出现在身后 向她咬了过来 地上只留下一双靴子 海中出现一头巨兽 爱看热闹的人扭头望去 巨兽慢慢向岸边走来 张开十厘米的大嘴 一声咆哮 差点把人震晕过去 人们纷纷四散奔逃 大壮是个有洁癖的人 擦掉脚上的沙子 穿上38码的红星耳克 刚想逃走 看到地上有个林妹妹 在不停地呼救 她竟然差点被人活埋了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把她救了出来 可大壮的花痴病犯了 这时一架轰炸机飞来 不停地射出导弹 哥斯拉都成了她的背景墙 突然巨大的冲击波袭来 把大壮震醒了 虽然射出很多导弹 可根本奈何不了 十米高的哥斯拉 而哥斯拉喷出原子吐息 飞机就发生了爆炸 正在这时 一个三米高的怪兽出现 抬起41码的大脚 把几人踩成手抓饼 扑扑勒举起火箭筒 就是一顿猛烈输出 怪兽伸手抓起一人 用出吃奶的力气 扔到3.2米之外 随后来到小院里 又抓起一人 大壮没有害怕 捡起地上的火箭筒 快速向前跑去 对准怪兽 发出一枚榴弹炮 一片火光过后 怪兽咋地没咋地 转过身来 刚想发动袭击 突然一道光束射来 救下了大壮 原来是哥斯拉来了 他一声大吼 跟怪兽对峙起来 下一秒 背上泛起一片绿光 想要发出大招 怪兽的头一阵旋转 放出超声波攻击 空间产生一阵波动 哥斯拉被震得头昏眼花 没了攻击力 大壮放下背包 从里面找起了秘密武器 红色弓箭步行 蓝色鳄鱼不是对手 这是什么 葵花宝典吗 也不合适 随后掏出一只迷你耳机 这个正合适 放到火箭筒里 对准哥斯拉 砰的一声发射出去 正好钻进他的耳朵里 拿起手机 放了手小苹果 顿时 哥斯拉就摆脱音波的干扰 一声大吼 背上冒出绿光 喷出原子吐息 怪兽就成了飞灰 大壮也获得了真爱 这虽然是一部恶搞短片 但特效和剧情还算不错 最重要的是 还有温情的一面 喜欢的可以看下原片